各位评审老师,各位参赛同学,大家好。 我是编号第九号,我要朗诵的题目是《与李白同游高速公路》。 作者余光中,刚才在店里,你应该少喝几杯,进口的威士忌不比奴酒,太烈了,要怪纳汪伦,拜什么扩呢? 尽叫胡姬一遍又一遍地向杯里乱针。 你应该听医生的劝告,别听汪伦,干硬化。 昨天报上不是说,你升级为第七号杀手了吗? 刚杀了一位武侠名家。 你一直说要求仙?求侠。 是昆仑太远了,就进向你的酒瓶,去寻找邋遢侠,喊糊涂先吗? 哎呀,要小心,好险啊,抄这种货柜车可不是恶戏。 慢一点吧,慢一点,我求求你。 这几年交通意外的统计不下于安室之乱的伤亡。 这好天下,究竟不是天马,跑高速公路也不是行空。 我说,限速啊,我的折线是九十公里。 你怎么开掉一百四啊? 别再做游线师了。 还不如,不如去看张屎皮宝的骗子。 一,听,好像不响的警笛追上来了。 就靠路棚吧,跟我换一个位子,快! 千万不能让交警抓到你最眼驾驶。 鞋关里一大半溜着酒精。 诗人的形象已经够坏了。 批评家和警察同样不留情。 身份正上是可疑的无业。 别再提什么折不折先。 何况你的驾照上星期, 早因为酒债给店里扣留了。 高丽氏和议员们全都得罪光了。 赫之章又不在,看谁来保你。 六千块吗? 算了,我先定。 等刑务男和蜀道男的官司都打赢了之后, 板税到手再还我好了。 唉,也真是不公平。 出版法哪项交通规则, 天天这样严重的执行。 要不是王维一早就去参加网创污染的座谈会, 我们原该搭他的老爷车回屏东去。 谢谢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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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